大家好 我是孫芸芸 今天很開心 孫芸芸最近可是開心不起來 從去年11月19號開始 她就一直接到奇怪的無聲電話 不是不講話 就是發出奇怪的聲音 到今年的3月25號 她還收到一封簡訊問 你有R片嗎 直接向她要有馬賽克的A片 讓孫芸芸這一口氣再也囤不下去 報案控告對方 涉犯強制罪 一查發現是談人一名39歲的 黃性男子打的電話 但這電話是怎麼流出去的啊 代言自家百貨的品牌不遺餘力 這一回電話卻是在自家百貨洩漏的 原來去年 這名黃性男子到微風廣場逛街 剛巧就遇上了孫芸芸買東西 跟店員報了自己的電話 她在旁邊就默默把號碼寄了下來 還說打電話給孫芸芸 是想請她幫忙找工作 挨告以後說這樣的電話 自己不會再打了 按此老是打電話騷擾孫芸芸 但是因為都有顯示號碼 孫芸芸可以選擇不接電話 或是拒絕來電 認為黃性男子沒有構成強制罪 可能觸犯的是社會秩序維護法 這一部分是交由警方處理的 給予黃男不起訴處分 微風廣場對於這件案件也不予回應 希望事件到此結束 記者綜合報導